当年拉波尔塔明明不打算留下梅西 却还要对外宣称 积极开展梅西的续约工作 在2021年的巴萨主席竞选中 拉波尔塔封特 弗雷夏和罗索成为最后的竞争者 代表梅西的梅西家族 将他们的签名投给拉波尔塔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票 这意味着拉波尔塔是得到梅西的支持 梅西在巴塞罗纳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由于前巴萨主席巴托梅乌 引进了大批高薪低能的球员 导致巴萨薪资严重失衡 大家熟知的有登贝莱和库地尼奥 他们的转会费都高达上亿欧元 但对球队没有明显的贡献 登贝莱甚至经常帮到忙 乌斯克茨 皮克和阿尔巴等 西班牙大佬的心碎也是非常高 可以说巴萨的经济状况到了崩溃的边缘 梅西为什么没有被巴萨取约 直接原因肯定是拉波尔塔 没有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但是在梅西答应降薪一半的情况下 还是将梅西送走 更多原因就是想要借这次机会 将梅西清除 在2021年梅西已经34岁了 虽然他在欧洲依旧令所有的俱乐部感到胆寒 但是和年轻时候相比 梅西逐渐失去了独闯龙潭的能力 那时候梅西的能力依旧配得上他的高薪 但拉波尔塔就是因为看过巅峰梅西的强大 现在不想再为这位老将的表现买单 可怜的是梅西在合同到期之时 他坚持留队的想法满足巴萨的降价要求 甚至是为拉波尔塔投了选举票 其实梅西并不是对拉波尔塔有多么的信任 而是因为这是巴塞罗纳 在这里曾经给过他重生的机会 他选择无条件无底线的坚持 在巴萨官宣无法和梅西续约后 巴黎也就仅仅花了几天的时间 就将梅西签约了 可能对于球迷最遗憾的事情是 没有在诺坎普球场给梅西一场盛大的告别仪式 与其说是没有举办告别仪式 不如说是梅西根本不知道 自己会被巴萨送走 2021年5月16日 巴萨1比2不低塞尔塔之后 所有看直播的球迷都不会想到 这将是梅西的巴萨生涯最后一场比赛 梅西在这场比赛中 打入巴萨的唯一一个进球 这也是梅西为巴萨打入的最后一例进球 梅西在巴萨的21年 是一段无与伦比的传奇故事 为巴萨打击了672球 送出助攻305次 带领巴萨赢得了35个冠军 拿下10个西甲冠军 四次问鼎欧洲之巅 他还获得了六次金球奖 诺坎普的国王只有一个 他就是李奥梅西 梅西在巴萨正式比赛的首秀 是2004年10月16日 梅西第一次为巴萨出场 和最后一次间隔了6056天 在巴萨的21年 梅西是巴萨的梅西 在承受阿根廷国家对待来压力的同时 梅西为巴萨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但就是梅西曾以为是家的地方 宣布不再和他续晕 那一刻梅西好似恋爱中的傻白甜 曾经一张餐巾纸签下的球员 如今也是以一张餐巾纸擦拭眼泪 梅西在的时候 明白巴萨不仅仅是一家俱乐部 因为那里充满了传奇和励志的故事 梅西走的时候更加明白 巴萨不仅仅是一家俱乐部 梅西也只不过是他们曾经拥有过的一位员工 不过还是要感谢巴萨放过梅西 少了巴萨的消耗 梅西终于是阿根廷的梅西了 拿下每周杯冠军 又登顶卡塔尔世界杯 当塞罗离开黄马后 黄马还能让本泽马拿下金球甲 那一刻巴萨应该已经明白 自己和黄马之间的差距了 梅西掩盖了所有的问题 如今也暴露了所有的问题 对于球迷而言 当然是期待梅西一人一成的故事 梅西的巴萨和巴萨其实是两支球队 甚至很多球迷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 2021年5月16日和塞尔塔的比赛 竟是梅西在巴萨的谢幕演出 巴萨高层把解决问题的人送走了 剩下的就全是问题 然后只能病急乱投医 不停地靠花钱去解决问题 苏亚雷斯在2020年的夏天 被巴萨无情地清理了一队 在加盟马德里竞技之后 立马帮助球队获得了西甲冠军 这座西甲冠军是对巴萨高层最好的讽刺 其实清理苏亚雷斯 就是在为清除梅西埋下了伏笔 巴萨高层并不是愚钝 反倒是他们非常精明 他们知道苏亚雷斯和梅西非常强 甚至是光辉已经盖过了俱乐部 即使梅西答应降薪一半 但是巴萨高层并不收敛 拉伯尔他想要的结果是 梅西免费为巴萨踢球 或者是把梅西的价格压得足够低 但这种异象天开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梅西能答应降薪一半 是因为出于对巴萨曾经的感恩 但是在要求梅西免费为巴萨踢球 确实是道德绑架了 而且那时候的梅西竞技水平依旧处于巅峰 欧洲很多的豪门都渴望牵下梅西 拉伯尔塔空手套白狼的计划 注定会失败 巴萨把梅西赶走 现在肠子是不是都毁清了 在梅西获得卡塔尔世界杯冠军之后 巴萨官方账号发恭贺梅西的消息 比巴黎还多 拉伯尔塔亲自去卡塔尔看世界杯决赛 还说要给梅西立标下 但球迷们都知道 拉伯尔塔承诺的话 当耳边风听听就好 把梅西送走之后 巴萨打破了20年 位在欧冠小组赛被淘汰的记录 本以为巴萨可以在欧联杯进行技术扶贫 结果巴萨失去学习技术的 被法兰克服淘汰 很喜欢网友的一句话 巴萨把解决问题的人送走了 留下来的全是问题 巴在罗纳 为什么送走了梅西和苏亚雷斯 却又愿意花钱买来34岁的来万 巴萨这一迷惑操作 有一种偷击不成18米的感觉 在引进来万 菲利克斯 京都安后 巴萨渴望重回西甲巅峰 没想到联赛半城排名第三 被黄马七分优势 力压就算了 甚至赫罗纳现在也踩在巴萨头上 主教练哈维更是被称为西甲腾哈赫 梅西为了巴萨渡过难关 已经答应降薪一半 但拉波尔塔丝毫没有拿出诚意 他甚至想要梅西再次降薪到免费 然后就一直拖延到转会窗口期快关闭 有能力签约梅西的俱乐部 已经没有空间签约梅西了 就是想让梅西处于无球可踢的绝境 然后就顺其自然地 让梅西为巴萨先免费踢一年 一年后再根据巴萨经济条件 决定梅西的去留 若不是巴黎圣日尔曼签下梅西打乱这个计划 想必拉波尔塔会成功 巴萨从来不只是一家足球俱乐部 所以不允许任何像梅西这种外地人的声誉高于巴萨 梅西可以是巴萨的梅西 可以是巴萨的传奇之一 可以是历史前三的球星 但是绝对不能是梅西的巴萨 他的光辉都快覆盖巴萨了 声誉甚至远超巴萨 当诺坎普球场在比赛第十分钟 高喊梅西的名字时 不知道这些巴萨的高层们会不会自责 他们亲手赶走了诺坎普的国王 把解决问题的人送走了 留下来的全是问题 但如他所愿 巴萨终于去梅西化了 梅西这样一个耀眼的名字 不再和巴萨挂钩 虽然梅西离开了巴萨 但巴萨高层依旧会以想要签约梅西为学头 连续清理 对那一堆西班牙大人 对外说是为了签约梅西腾出空间 国都是让梅西背的 但事实是梅西现在人还在迈阿密国际 以巴萨目前的情况 甚至是不想给梅西办一场 体面的告别仪式 在梅西获得世界杯冠军之后 巴萨发表对梅西祝贺的消息次数 甚至快赶上阿根廷足鞋了 但这一切与送走梅西比较起来 又显得十分矛盾 不知道巴萨什么时候可以重回巅峰 但梅西已经战上了巅峰 当然还是期待巴萨的重生 毕竟他曾经给了梅西重生的机会 自然来了 说出你的故事 每天都有新的知识 等着您去发现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 订阅关注我 从此您将不再孤单 我将陪伴您走过每一个日日夜 加油陌生人 加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